我和其他车手的支持 其实俄罗斯在场上比赛 我在背后做后勤做指导 其实也是想来跟他一起比赛的 他有很好的拉力赛的经验 所以说在每个赛段 能给予我和其他车手的 很多的战略 战术上面的支持 从目前他的整个表现来说 还是比较满意的 也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 不满意到什么困难 他没有会乱或怎么样 还是能够执行自己制定的一些计划 方案这样子 我觉得我最满意的一个职业生涯状态 那就是能作为中国的拉力一哥 也就是全中国跑拉力跑最好的人 代表我中国去争战达卡尔 还有世界的其他拉力赛